又见面了啊 今天会给大家来着重讲一下RICE第一张专辑里边 可能是粉丝方们最喜欢的这首歌就叫《十二》 大家一开始会一回 这首歌也有舞蹈吗 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广州场他们在表演《十二》的时候是有舞蹈设计的 这首歌其实是我第一次在队形里面 去给他们强调闪电的概念的一首作品 这首歌是唱给《十二》的歌 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灵感或者说创作的动机 都是想尽量让团员和《十二》们能够有更多的交互的人 就是难唱的部分是大家手臂出来去打响指 是我想传达一个类似于持终指针的概念 到洛洛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把整个圆做了一个移动 然后让洛洛出现 然后做一些演唱 这下我和刘也这两个人去做这段唱歌切换的时候 他们去做一个通道的队形 让《十二》从一边走到这边 刚好这边就接到了刘也 在刘也这一转身再走的时候 让他们两个有个交汇 然后有一个合唱的部分 再接到辅助 通过这样一个调度 让它整个的画面感能够更严重 让它整个的画面感能够更严重 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想把十二你的位置留在那个地方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的这个表演 这里设计了一个敲门的动作 因为刚好这首歌在他们首唱的时候已经冬天了 就是如果我在家有人敲门突然一开门 那是Rest的人 就像去设计这个副歌动作的时候 我希望这首歌它更多的是团员和十二之间的更多的交互性 所以当时我们想到的方式就是我来邀请你跳舞 所以他有很多伸手的动作 转头把手放在胸口这个地方 其实都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能够让十二看完之后 如果我就在他身边就更好了 在广州场的时候大家有看到 地上我们和这个施贼老师去做的那个RYC那个字 其实也做了一个调整 他们的站位也是反过来 给到另外一个朝向的同学 能够一下看到是RYC这个字 在这个部分其实我是很喜欢的 它里边这个藏头诗啊 时间在不断变迁 而我们不会改变 它里边就藏了十和二 所以在动作设计的时候 我就故意让一个人手是这样 一个人手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 让他们两个人手放在这里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爱情 其实结尾就是首尾呼应 对于我来讲 我都会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首歌曲 很多对于RYC本身想对十二去讲的话 通过我们的一些方式呈现出来 其实告别演唱会上 大家去看现场演出的时候 其实他们围坐的那个椅子是透明的嘛 但实际上最开始设计的时候 当时的想法是用一个破小色的椅子 并且我们故意留了一个椅子 是空的 这个座位就是留给十二的 制作一些原因吧 这个破小色的椅子出来之后呢 那感觉都有点好像不是那么的美 所以后来我们在演出前 临时就替换 替换成了一个透明的 这个就是当时告别演唱会的时候 这首歌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